在好心思宣布加盟勇士组成五巨头后,郭艾伦在微博上表示自己看不下去了,准备加盟胡仁对抗勇士,不用罢球衣更不用管饭。 只是郭艾伦准备的球衣,并非胡仁官方球衣,而是由拼音、HU和汉字人组成的球衣。虽然郭艾伦想要加盟胡仁,目前是不可能的事。但这件事证明了郭艾伦是个会玩的人。那么郭艾伦究竟多会玩呢?通过下面七件事,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。 一、询问微少,为何关注他?网友,你是中国微少啊?之前,雷霆的当家球星威斯布鲁克关注了郭艾伦,而他竟然跑到微少微博下面去问为什么会关注他?这件事也是引发了网友们很激烈的讨论。 甚至有的网友调侃,他说,因为你是中国的微少啊。 二、郭艾伦联手贺天举献上内蒙古黑帕郭艾伦喜欢在活动上一盏歌喉,他那瓷性的声音加一,小鼓得色劲,也是没有谁能比得上。 他和贺天举两人一起演唱的内蒙古黑帕,也是笑翻了众多网友。 三、自个给予欧恩对位照片配东北话,郭艾伦还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与欧恩对位的照片,本来挺严肃的一件事情。 郭艾伦偏偏在微博中,配上了两句东北话。 四、赴美国训练顺带玩鸟 郭艾伦之前在美国训练时候,曾去过美国的一个沙滩,当时很多鸟儿聚集在沙滩上,郭艾伦朝着鸟儿聚集的方向全速奔跑, 以至于所有的鸟儿都被惊吓得飞起。 郭艾伦自己这段视频拍摄发到聊网上,还说自己学会了一门内功,没靠近就把鸟儿吓走了。 五、大孩子套路小孩子郭艾伦和小孩子在泳池里玩耍的时候,竟然套路一次孩子。 当时郭艾伦藏着自己的水枪,用东北话让孩子拿水枪射自己。 孩子信以为真一步步靠近,突然郭艾伦拿出水枪,对着孩子就是一顿进攻。 六、恶搞。 从不停息以郭艾伦、阿联等人组成的篮球队,吩咐美国进行热身赛时,高强度的训练没有让郭艾伦闲下来。 他在微博上把每个队员都劈成了很丑的样子,让网友的忍俊不禁。 七、奥运会仍不忘玩耍。 虽然郭艾伦是个90后,但他同心为敏。 奥运会那段时间内,不仅荡秋千,还摆出销魂姿势,跪求网友讲鬼故事。 后来更是被拍到折腾悄悄版,郭艾伦作为一个网红,逗比的事情还有很多,但作为一个职业篮球选手,目前他的水平应该还没有达到胡人心目中的标准。 如果他能够抓紧训练,锻炼体能,说不定有一天真的能披上紫金王朝的球衣,而不是自己恶搞一个篮球。